白米蘿文農書是以前倫北水版頭社區的民宿文化 到現在有百年的歷史了 立東方是真希望將這個文化提報作為婚禮館文化主催 這回就在中現時基本提報情的撮影會 將對提報的力量、文化管理、團行、頂頂的辦法先討論 也希望日後的心情可以順利通過 白米蘿文農書倫北水版頭地区的重要民宿文化 為了要警告完成的保障和提供團行 地方是希望將這個文化來提報變成是婚禮館的民宿文化主催 所以在中現時選舉辦新一選民會 邀請到相關單位和學者委員作回來討論 倫北、議論地区都有這種民宿 但是現在辦得最大,有保障的也是中現時 所以我認為它是有文化主催的計劃 因為民宿人不一定會辦得很大的,它有得色 然後可以歡迎當地民眾的生活中方 這就是我們的文化主催 所以我們對這次水版頭白米蘿 可以訂購做婚禮館的文化主催是很有信心 白米蘿是以前在農業社會當中 是水版頭地区的一項重要儀式 就像擲杯,農民會在完小姐的時候 在中現時來到市民清時 用米蘿來擲杯 預設今年農作部修行的好壞 可以拿早來準備可能發生的狀況 去到那裡,米蘿從後面放在頭上 現在才滾下去 滾下去就是有三種情形 米蘿就是如果連累到,要走走走走 如果站在水平館上,那個就OK啦 如果倒閉下去,就是不好啦 那如果這樣,白白就收手啦,普通啦 透過廟門、輪媒公訴 在地鄉親、學者委員和管政府公佈我們的核心討論 在這次的所謂會當中 大家對要申請文化主催的名稱、管理方式 提出各種的建議和所謂 並討論若是通過醫療 接下來的文化管理和團成的志願 文化主催如果有過,就是說你每一年 就是說要照這個政府的規定 來辦理,不可以中等 要確定我們的保存者 以及我們的保存名稱 以及當地的居民沒有任何的疑問 那如果是成為登陸為限定的民俗 那廟方他必須要肩負起保存、維護 推廣、傳承等等的責任 透過提保政府的閉明活 希望大家選擇法 在新陳的過程也能夠順利 發現大家對在地民俗文化的重疾 記者 胡言行、蔡鳳報道